今次会讲到圣诞街头报道的训练 大家在这个图里见到两个很漂亮的天使 我们中间有一位姐妹,我想大家都知道 不过我们暂时不讲出来是谁 我们有两批人,一批是准备出去那些 不要帮忙整天使 准备出去那些会做训练,训练怎么去讲 不出那些就做天使,到时出不了就做天使 就是这两个天使,其实挺有趣的,挺漂亮的 我相信我们送给人,人都觉得挺有趣挺漂亮的 那怎样可以报道呢?我们的方法就是这样的 这个街头报道方法一,今次大家可以练习一下 郑大快乐,欢迎见到你,你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我一路跟街上的人聊天,他走过 郑大快乐,你好,欢迎,开心见到你 我送一个天使给你好不好 那你看看他怎样反应 他不要,立刻走开,不用追着他 那他觉得很有趣,那你就回应他就不要 立刻跳去第二句,你听他讲一下 你怎样弄得那麽漂亮,怎样弄的 可能他讲其他东西的,说完其他东西之后 你需要得到天使的保护? 这件事可能有些人来讲觉得都给新穎 这样来报道,你需要得到天使的保护? 等到他怎样回答?比如他说我不信 那我们就可以用他的不信进入 真是有很多证据证明有神 真是我们经历到神,我们经历到神的帮助 是真是有神,也真是有天使可以保护你 那我可以跟他们讲这件事 看情况,有些情况可能说 为什麽你会不信呢?又是另一个方法 实际这些回应是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回应 为什麽你不信呢?他可能说 这些骗人的,作假的,不要真是的 那我们就说,如果是真,你又会不会信呢? 可以用这种方法问他,看他怎样回应 然后去到天使,其实我们应该看下一个经历 经文在马帝十八章十节我们一起读 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者小子女的一个 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事者在天上 常见我天父的面 这句经文到时未必,即是你马上拿出来 给他慢慢读,可能就说,圣经话 其中一个方法,大家在手机可以整定这个经文都行 其实手机全方法是很有效的,不过有一件事要提防 就是很多人可能抢我们手机走都未定 那你看看他的样子似不似会抢手机的人 你觉得他都是不会抢的,他真是有心有兴趣 那你可以用手机给他看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就讲到什么呢,就是你们不要轻看这些任何的小人物 因为他们的事者,即是讲到我们基督徒 这个讲到是基督徒,这个不是讲到不信耶稣的人 基督徒是有个人天使,这个有些人就觉得不是的 这些是天主教那些观念,他们叫做guardian angel 即是一个守护天使,不过圣经真是这样讲 是没有问题的,不是违反圣经的,即是真是有我的天使 并且他常见天父的面,如果小子都有,大子都有 不只是小子,牧师都有,什么人都有,即是每一个人都有天使 那有些人说,那这些我们就不知道了,有些人还说呢 不只是一个,有两个,三个,四个,有些人 即是有些人多些,有些人少些,那我们不知道的实际情况 不过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是有天使,保守我们,祝福我们 好了,那我们在这个经文看得到 那圣经说,信靠耶稣的任何一个小人物,或者不是小人物 都有属于他个人的天使保护的人 并且天父会将他的儿女的事告诉给天父听 这个天使,对不起,写错了 天使会将他的事告诉给天父听 所以如果有人欺负我们,天父会保护我们 即是我们是神所保护,神所看重的儿女 是非常之宝贵的 那这个就可以用这个来讲了 一会大家讲的时候,你都可以,比如你的手机 你可以弄定这个经文,或者你拍了这幅相,有这个经文 或者你的WhatsApp那里都有,我传了给你们的这个经文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经文去解释给别人听 这里讲到任何一个小子,即是说到信耶稣的人 他们的使者都常见天父的面 所以你的天使都会时时见到天父 那么就将你的需要,将你的困难都讲给天父听 天父也都会保守的 好了,第五点,你想不想得到天父的保护和祝福 如果他真的有了谈到现在,他都说那当然想 那你知不知怎样可以得到天父的保护和祝福 那就是你成为神的儿女就可以了 是很容易的,神想个个都,其实我们个个都是神想 那我们做祂的子女的,我们创造出来就是做祂的子女 不过很多人听话,所以就不成为神的子女 但是你信靠耶稣做救主,你信靠祂悔改认罪 耶稣就拯救你的灵魂,将永生赐给你的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解释给他听 不过我们有一点在全国的时候要解释给人听 就不要说你信耶稣你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件事不是真的,你信耶稣天父又保守你 这个应许是给那些信而跟从的人 但是我们,其中一点就是 我们不是靠跟从耶稣得救 就是我们不是靠遵从耶稣得救 我们是信耶稣得救 我们信耶稣,信靠耶稣做救主 信耶稣不是只信有耶稣 是信耶稣是我的救主的人 他就得到世面得救的 那他信耶稣呢,耶稣就在他里面改变他的 更新他的生命,提升他的生命 将他里面改变,他就会遵从神 圣灵就提醒他,不要犯罪 不要得罪人,不要离开神,就会提他 那他遵从神就证明他是得救 证明圣灵住在他身中 如果他遵从耶稣但他继续犯罪 就证明他不是得救的 而凡是得救的人,都是神会跟从耶稣 跟从耶稣,神会保守的 不过这一点你不用去解释给他听 不过我们就告诉别人的时候 不是说你信耶稣,神就保守你 你信耶稣又跟从他 你跟从他,你跟他有过去的关系 神就会保守你,祝福你了 不要只说你信耶稣就可以了 因为有时候有些全夫或者单张 有时候都会这样说的 你信耶稣,你的家就蒙福了 有些人说不是的,我信耶稣 我家有吵架的 为什麽呢,他信耶稣 没有听耶稣话,在家有吵架 他又不要恕人,他又生气 这样的时候他得不到耶稣的祝福 是信耶稣,而跟从耶稣 遵从的人是得福的 那不遵从全是怎样呢 求主赦免耶稣就赦免了 耶稣就拯救他了 稍后大家会练习的 这个马帝十八章十节 第二个方法 那些单张 我会练过的,因为这张单张比较旧 已经可能两年有多了 这张单张是切开一半了,给一张我 这些单张有些脱色的 我就觉得不太好,不过大约我会练同样的 这张单张 我会练,未必练两面,练一面 大约是这样的,图大家看到 就是耶稣能凡事祝福你 上面就有失眠,低沉,异怒,容易发生 下面就是得到医治了,睡得好,睡得香甜 低沉变成喜乐,容易发生变成身心安宁 这个可以一个对话的开始 即是说,方法就不是问他有没有失眠 因为他觉得你很过人性 所以问的方法就是这样的 你觉得香港人有没有这些单张上所说的问题 他愿意说的话,大家可以用天使开始先 然后你觉得他都愿谈下去 你就可以继续用这张单张 你觉得香港的人有没有失眠呢 你给他看,有没有低沉,忧屈,甚至情绪病,精神病 有没有呢,有没有容易发生,甚至打人 会不会有这些情况,都有的 好了,我问完他,他说有了 我说有的,我去问他 那你又觉得你有没有有时有呢 你又没有口词而已 那你又不是这样,有时啦 有时啦,有时,有没有有时睡得不好啊 他说,都有的,这样 好了,在这里,这个问题,第二条 就是你自己觉得,你都会不会面对这些问题呢 那你有这些问题,会不会心情都受影响啊 会不会不开心啊,这样 那你想不想解决这些问题呢 会不会想睡得好一些啊 会不会想平安轻松一些啊 会不会想心境平静一些啊 那你知不知耶稣可以帮你解决呢 那其实也都可以有另外一个加纱上的就是见证啊 那以前呢,我都是很笨整的啊 那以前呢,经常失眠的啊 经常骂人的啊 或者有时啦,不一定经常的啊 有时啦,发鼻气啦 有时呢,会很低沉啊 甚至呢,可能 如果真实的,我都想过,有人想过想死的 那都可以告诉他,我以前都想过啊 但是呢,我想耶稣呢 耶稣真是将我整个人改变啊 越来越开心啊,越来越平安 整个人改变了啊 哇,耶稣真是很厉害的啊 是真神来的啊,是真是可以经历到啊 那你想不想耶稣祝福你啊 想耶稣这样帮你啊,就是用这个方法了 那这个单张呢,因为呢,原因呢 就是,因为现在比较退息 其实呢,退息那些,大家可以用来 跟朋友谈的,朋友不会介意的 不过你在街上就不是那么好 其实我有很多啊,家里还有很多 所以有人想用呢,你今天可以拿回去用的 这个单张的方式 好了,那这个单张后面呢 就有经文在的 那不如我们一起读完它,好不好 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二节 唯有耶稣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谁搞 这个讲到睡觉的,又是喜乐了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又是安宁了,我将我的平安刺喀你们 又是这个家庭有爱啊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然后下面就讲到健康了,审问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然后《腓立比书4章13节》要讲到冲破困难了 我太着那加割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这儿呢,就是回应之前那些问题 亦都是讲更多的 那就看那个情况了 就是说,首先就是耶稣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譬如他说,我都是有失眠的情况 我睡觉睡得不好啊 有什么方法呢? 圣经有讲到,神所爱的人 就会叫他安然睡觉 真的很多人,他们信靠耶稣 和耶稣有亲密关系的时候 真的睡得更加好的 譬如我和太太都很快睡着 是很快睡着 尤其我太太真的很厉害 有时跟他讲一讲,他就没有反应了 就睡着一觉 一个人平安、轻省是很容易睡着的 他说,那耶稣怎样帮到呢? 我们可以跟他讲了 就是因为耶稣能够将我们的重担拿走 耶稣赦免我们的罪,将我们的重担拿走 并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宝贵,我们是重要的 他会拿走烦恼的 我们的烦恼都可以带到耶稣那里 譬如被人击倒了 都可以靠着耶稣去处理的 这个讲,就在乎这个人的反应了 你觉得他留心听,你可以多说些 以往讲了很多,为什么要处理人的问题 譬如说,诗经讲到 有耶和帮助我,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样呢? 虽然有人击我们 但有耶和帮我,我不用怕的 因为人能把我怎样 即是没有人能够害到我们 圣经应证呢? 听从他的人,爱他的人 神就会祝福保守他的 所以我们就放心了 就算被人击倒了 我们尽快处理,我们就不放在心上 那我们就会心情平静了 心情平静,睡得更加好 另外就是,耶稣都会叫我们健康的 身体会健康的 如果大家可以作见证 你的身体如何耶稣祝福你 你都可以说的 譬如你都可以说的 我牧师七十一岁了 不过他又没有老花又没有近视 又没有远时 又不用戴眼颈 又可以打球的 那你就可以作见证 他又睡觉睡得很快 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赐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叫我们平安 所以人会睡得好 好了,下一个就是喜乐 神真的会赐给我们喜乐平安 不单只拿走烦恼 他还将喜乐赐给我们 在我们集体祈祷的时候 很多时候有些人会有喜乐 将我们重担呼叫出来烦恼 呼叫出来放下烦恼 有些人即时就经历到喜乐 天堂又很开心的 圣经说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都为他欢喜 这些我没有全部写给大家 但因为我以往讲过都颇多 如果大家有印象记得 你就看你记得多少 你就可以用来讲 我下个礼拜也可以多写给大家 大家可以看着记得 记得之后 你记得的时候 你不用看经文 随时都可以讲出来 耶稣真是会医好伤心的人 会拿走烦恼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他那里 就叫他得到安息 得到安息 和圣灵将神的爱 和他的平安喜乐 充满我们的心 所以人就变得平安喜乐 真是亲近神会喜乐 我自己试过 有一次有个人 真是很特别 第一次 他来到我以前的教会 那时我又教人弹琴 教人英文 补习功课 各人都有 我就教他弹琴 然后跟他弹完之后 我就跟他聊天 原来他就是 他的丈夫离世 他就很忧伤 我说耶稣可以帮助你 医好你的伤心 我跟他祈祷 我叫他 放下烦恼重担 不要想那么多 我跟他祈祷 他就是那时候信耶稣 即时有喜乐 我很少看到 一信耶稣 即刻有喜乐 他是即时有喜乐 这个是其中一个 我个人的例子 那你都可以 讲我的例子 我曾经在宣教 整群人 几十人一起喜乐都有 亦都在网上为人祈祷都有喜乐 真是神可以将喜乐赐给我们 都将喜乐恩高赐给我们 第三我们一起读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就是神会将平安给我们 我现在跳过去走 耶稣真是会将平安赐给人 拿走些重担 我试过我唯一个人祈祷 那时候是一个聚会 我认为一个教友 他的教会是不接受 成年工作的 不过我认识他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为你祈祷 他说愿意 我就走到一边 就跟他祈祷 祈祷你还要跟他说什么 耶牧师你还在呢 我说你以为我去哪里 他说我好像去其他地方 很舒服很平安 很奇妙这个圈证很特别 是直接以为我去哪里 他以为他飞去哪里 耶稣可以将这种平安赐给我们 即是很烦恼的人 都可以将平安赐给我们 大家都可以分享 我们祈祷试过几次 很平安很轻散很舒服 真是神医好我们的重担烦恼 下面就讲到爱的家庭 那经文我会转一转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这件事爱自己了 然后你们作妻子的 当信服自己的丈夫 就是神会祝福家庭 放更多爱 有些人会说 不是的 我家里很烦很烦 很烦很难搞的 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听她说她家庭的问题 亦都可以回应她 神想家庭是怎样呢 丈夫爱妻子 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 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 她可能会说 不过我丈夫就不是了 她就不理我的 她又不回应我的 不关心我的 我怎样算 她愿意说怎样算 我们就可以跟她聊天 我们就跟她聊天 就了解她的情况 如果她愿意说的话 丈夫真的不肯爱你的时候 那我们都可以 善待她 对她好 不计较她不好的地方 家庭起码不会变差 或者慢慢改善 当你对她好的时候 她可能会改善 这就是一个辅导的方式 那你想不想 可以如何处理 你家庭里面的问题 可能她说很多问题 我们可以坐下跟她谈 谈下 有没有些事做过 你丈夫会觉得好些 其中一件事 因为很多妻子很紧张 很想她的丈夫好 所以有时发猛争 有激气 我都可以问她 你有没有有时见到丈夫 那你就会很容易发脾气 激气 那我们怎样可以处理 我们的情绪 不给她影响 那我们就可以慢慢 去影响你的丈夫 那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辅导 这个过程 是可以说有很多可能性 不过我只是给大家看到 一张纸上可以有一些 最简单 可以应用在生活上的经文 作为一个传方的工具 那我下一次就会印回来给大家 好了 那健康 那她譬如说 哎呀我又痛什么 痛什么 不开心 身体又软弱 那我们就可以说给她听 圣经又说到 因耶稣受的边伤 我们得了医治 和神都给我们拳兵 审案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那我们就 最好呢 大家有试过 为人按手祈祷 真是病减轻 你说有些人真是好 有些人是减轻 有些人觉得舒服些 那这个情况 都有很多发生的 那你就问她想不想 我们都为你祈祷 那你就可以你的疾病减轻 或者甚至医好 那我自己祈祷 试过有癌症的好番 是她本来她说 她搭火车去那个地方 是我去宣教的 她就好 全身都好痛 那我就叫她放松个人 感谢耶稣开开心心 她真是在那里笑 好开心笑 我笑完她就说 现在不痛了 她说我过几月都痛 然后跟着她回去 她就找医生检查 医生就说她的癌症没有了 我在网上就放了这个 你找乳癌热目 才会看到她的影片 她的见证 这个都是一个神医治的见证 我也试过电话祈祷 那些人有不同的问题都好回 有些很奇妙的 有一个我们教友 我都无为她按手 她说我们在那里聊天 说话就是聊天 她就觉得她一会扭到那条颈 睡觉 睡礼颈 睡礼颈通常都要两三日好回 对不对 我们说话忽然间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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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什么时候 这一路下跌她最初说都无事 我司机问你有事 无事就下去车 怎知走一下就有事 然后第二日起床 脚都不能碰你 痛得很紧 在网上有的 这个见证是有的 然后他不能够下街 不能够下床 他就在床那里和人多谈话 传呼音 说耶稣的事 他说完跟着脚放在地上 这件事好回,他作变证,他为耶稣作变证,他也好回, 这麽奇妙的,神都可以做这麽奇妙的事, 然后冲破困难,有时有些人都会有困难, 就靠着那家级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可能你困难是家人的关係,工作的关係,人际的问题, 内心世界,情绪问题,什麽都好, 靠着那家级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这就给大家操练,大家待会有人假扮有什麽问题, 或者真的有这个问题,然后另一个人就试用这个经文回应他。 还有街头报道3,使用心情小检测, 还有街头报道3,使用心情小检测, 大约是这样的,有两面的,大家那天可以拿去的, 这要填一个表,如果他说我有些情绪问题, 他就可以填的,第一是睡眠, 第二是觉得紧张不安,第三是觉得容易苦恼或者容易烦恼, 第四是感觉忧屈心情低落,第五是觉得不吸引, 完全没有就是零,很少是一, 一间中有是二,多时有是三,经常有是四, 然后就叫他自己给予分,你想想给予分呢? 给予分的结果在下一页那里写出来, 零至五分,恭喜你,你的心情状况良好, 欢迎你来认识耶稣,他可以叫你有更多喜乐, 生命更加丰盛。 六至九分,你有轻度的情绪困扰, 建议找家人朋友谈下,我们教会都好乐意为你祷告, 给你情绪的支持,让耶稣来帮助,祝福你, 可以跟你聊天,帮助你。 十至十四分,你有中度的情绪困扰, 建议你寻找辅导的服务,我们教会好乐意为你祷告辅导你, 给你情绪的支持,让耶稣来帮你,祝福你。 十五分以上,你有严重的情绪困扰, 建议你找专业的辅导作进一步评估, 我们教会都好乐意为你祷告辅导你, 给你情绪的支持,让耶稣来帮助,祝福你。 这个就是跟那个人谈的时候, 他说我有些情绪问题, 就给他这个测试,就是这个测试, 就是问一下他,你有多少分啊,情况有多不多啊, 他说多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 这里讲多少分就怎样情况了, 你有没有尝试找处理的方法啊, 有没有效啊,你想不想耶稣帮你啊, 你需不需要找一些辅导帮助你啊, 这也是一个我们到时可以用的工具, 那个回应也可以用我们先的回应, 就是这张纸的回应, 就是有些经文可以帮我们大家平安轻松, 当然一次过在街上是不会很深度, 不过有人肯同你去到这个位已经非常好, 去到这个位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在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问题关于三个方法, 三样工具,可能还有其他工具都未定的, 我们中间有一位姐妹,你举一举手啊, 他就会弄那些气球的, 有其他东西,整气球整些不同的东西, 到时可以带上那些整气球的东西, 有人有兴趣可以整的, 这个都是到时其中一个工具来的, 一会儿可以讲一讲少少的, 大家有没有问题想问, 大家就分组粗联了, 就用这些工具试下操练一下怎样用法, 到时呢,其实你自己用的方法都可以, 不过现在我给你三个方法, 三个方法你可以随意用哪个方法都可以, 天使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入门, 因为送一个礼物都几美的, 这个非常之好的, 好,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起身祈祷, 我们求主祝福我们, 当日真是带着人信耶稣, 起码操练我们的信心, 操练全福音的信心, 亲爱的天父多谢你, 神啊你充满怜悯, 怜悯这个世上的人, 这个世上有很多人不认识你, 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怜悯的心, 叫我们关心他们, 好想他们能够得着永生, 如果他们因为我们全福音得着永生, 真的非常之好, 他们就永远可以在天堂跟你一起, 今生也都得到神的祝福, 求主赐给我们机会, 求主感动这些人, 带领这些人去到这个优点处, 让我们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 求主使用我们, 赐给我们勇气, 赐给我们胆量, 赐给我们聪明智慧, 怎样在当日能够有效地传福音, 多谢天父的大恩, 多谢天父的大爱, 神祢的恩典救我们用, 求主帮助我们冲破一切的困难, 一切的我们的拦阻, 在这个时候也都求主帮助我们, 医治我们的内心, 如果我们中间有人, 是情绪不好的, 心情不好的, 有些人生的问题未处理的, 在这一阵求主帮助我们, 深信神都会医治我们, 安慰我们, 加力给我们, 你会跟我们一起的, 多谢主耶稣的大恩, 多谢主耶稣的大爱, 神祢会释放我们的心, 安慰我们的心, 神会医好我们的,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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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性敬告送我, 多谢天父,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祈祷奉主耶稣圣名,阿们。 好,大家请坐下, 到时呢, 如果一个人跟你谈得好, 你可以跟他祈祷, 你可以跟他唱诗歌, 你可以按手, 你都可以试以其他基督徒来, 一起帮手, 等下你们就粗练了这件事, 粗练了为人祈祷, 带他祈祷, 享受耶稣, 这个都是一会会粗练的内容, OK,好, 祝福大家, 我们现在分组了, 跟回你的组长, 但是因为呢, 我认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